稅不好 稅凱盜 稅凱盜 穆堂凱盜高舉標語 7000位民眾以行動呼籲政府 平反約錯假案 由法稅改革聯盟為首的14個團體 18、19號共同發行活動 要求撤銷違法稅單 改革不合理的稅制 我小時候我們老師都會說 啊美國可能國外要繳50%的稅 但他們的退休金啊 福利制度很好 但是你看那時候台灣的稅 還是很低的 但現在已經45%了 我也就覺得燈還是亮的 其他都沒有改變 那我為什麼要繳這麼多的稅 台灣最近今年來 經濟其實不是很好 大家都知道 但是稅的這個 這個項目居然是可以超收這麼多 據我知道是超收1200億 對這是非常吊詭的事情 錯誤稅單與不良稅制 造成人民的許多困擾 例如財產所有人登記錯誤 或是稅務認定有落差 更有稅額算錯的案件頻傳 此外財政部針對錯誤稅單 不需經由立法院通過 便能自立解釋罕令 人民往往只能被迫承受 很多的我的父母輩 或是我的親戚 都收到了國稅局違法濫權 所開的就是非常不好理的補稅單 我們要要求國家還我們負稅人權 還給我們我們所謂的財產權 跟名譽權 當時的侯寬人 他竟然可以說我們的禁失禮 一方面說是詐欺 失誤詐欺 一方面又說是補稅費 顯然他就是慣用我們國家政府 過去習慣用刑法跟稅法 來殘破人民 另外 當人民遇到錯誤稅單時 不僅要先繳納二分之一的稅金 才能提起訴願 若訴願不成 繼續打行政訴訟 行政法庭往往會參考國稅局說法 形同酬緣兼裁判 導致賈稅單依舊殘害人民財產權 行政訴訟 我覺得他失禮了 那失禮最重要的原因是 這些法官基本上一個觀念 就認為說 你只要被國稅認定為你討論罪監 你就是惡人 他沒有這種人權的觀念 我覺得這裡是我們大家 必須去重視的問題 就算我們還沒有開始 就像學齡前教育一樣 我們要去做 先做預備 然後先去準備 然後先把它解決掉 在我們未來除稅會的時候 才會更順利 此次行動有七年發起 現場也有不少學生前來參與 雖然還未面臨繳稅義務 人挺身而出 呼籲政府應重視納稅人保護機制 還給人民公道與正義 若是賦稅人權 記者陳婉琦 秦思香 台北採訪報導 有很多人 你不想要做 有很多人 你不想要做 你不想要做 你不想要做